嗯,来看看哦,这个要摆在哪儿? 哦,我的天啊,怎么那么多刀子啊? 这些可不能放在这里,我的小天使不小心看着抽屉怎么办? 刀子伤了他可就不好了。 哦,不不不不不,这些绝不能放在这里。 得把刀子所在他找不到的地方才行。 哟,好多了,这样他就安全了。 好啊,来收拾一下他的玩具吧。 等一下啊,这桌角怎么那么尖锐啊? 简直比刀子还糟呢,他撞到了怎么办啊? 哦,不,他的小膝盖。 我可不能让桌子弄伤他。 哦,天哪,不不不,不行,千万不行。 我的家中怎么可以有这么危险的东西? 好了,枕头把所有桌角都包起来了。 这样就不怕撞到了,也安全多了。 嗯,别忘了锁门哦。 等等,插座,房子里的插座。 不,他在干嘛,会受伤的。 不不不不,不行啊,宝贝。 快住手啊,千万不可以把手插进插座里。 哦,你看看你,弄得脏兮兮的。 来,我帮你擦一下吧。 哦,真拿你没办法。 嗯,嘿,等一下啊,这包湿纸巾的盖子可以解决问题哦。 对,就用这个没有错哦。 只要做些微调就好。 来吧,先把盖子剪出来,然后放在插座上面,就变成墙盖了。 这样他的小手指就可以离插座远远的了。 好了,妈妈出门的时候你乖乖的哦。 等一下哦。 硬倒。 哦,我一辈子也别想离开这房子了。 感觉虫,该吃早餐了。 料多未美的燕麦片哦。 嗯,我才不要吃,闪人了。 满满的营养。 它去哪儿了? 回来,你的燕麦要冷掉了。 住手。 抓不到,抓不到。 这边,后面。 够了啦,穿上这个。 Fisher,我被困住了,我不喜欢这样啦。 嗯,营养多多,飞机来了。 呃,真乖,为何我没早点想到这个呢? 来吧,坐不坐。 有人在家吗? 有人按理吗? 爸爸? 嗯。 开门啊。 爸爸! 有人能叫我吗? 嗯,应该没什么吧。 算了,继续看我的书。 嘿,我知道你在里面啊。 很可恶。 哼,算了,我来开吧。 有够久的。 算了,你好。 我有一个超级毫无介绍给你,这锅子会改变你的一生。 我没兴趣啦。 那这台超棒的吸尘器呢? 有了这家伙,你的家就一尘不染了。 不要。 好哦,我喜欢挑战。 哇哦,看看这支清洁笔。 清理耳朵和鼻子特别好用,你试试看。 哇哦,谢谢。 好酷哦。 好极了,把钱拿出来吧。 哦,对啊。 给你。 哈? 你开什么玩笑啊? 嘿,别关门啊。 等不及西湯看看了。 希望有用啊。 来吧。 好好养哦。 我喜欢。 等等,我有个主意哦。 爸爸,你过来。 什么事啊? 别动哦。 你在干嘛? 相信我啦。 你的耳朵里面是这样哦。 超噁的。 这真的是我的耳朵嘛。 这腿不行,我得走了。 哈,这工具真妙。 真是好玩。 好啊,丢吧。 哦,我输了。 呜呼,换我来转了。 不知道会转到什么。 是惊喜呢。 有好多东西可以选。 呃,还以为是糖果呢。 这是什么? 是用来画画的。 啊,我懂了。 想这样吗? 好好玩哦。 你觉得如何? 呃,还不错。 要这样用了。 用它来画螺旋线。 只要移动原子笔就可以了。 剩下的交给这些原尺就好了。 画一整天都不闷。 看起来好酷哦。 好了,来换个颜色吧。 你看,图案不一样的。 这个就不需要了。 那看起来真棒。 哇哦。 好像会催眠一样耶。 Ashley,你没事吧? 呜呼,你醒醒啊。 我知道了,这个会很大声哦。 嗯,这个肯定可以。 认真吗? 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啊,羽毛或许可以拍上用场。 行行。 怎么了? 对哦,我美丽的圈圈。 呃,很赞哦。 可以让我转吗? 不,这次换我了。 嗯,好吧,用拇指蘸来一绝胜托好吗? 开始吧,好像打不完一样。 急,要不然我们一起转好了。 好主意。 哦哦。 两位好,这一定很经典。 等等,我们在哪儿啊? 或许我们该走了。 哇哦,我的第一个刺青耶。 哇哦,你很想刺的样子耶。 来吧,你疯了吗? 看起来一定超赞的。 好痒哦。 哇哦,你看。 还真是个杰作。 呃,有点不一样的。 我超爱的。 离我远一点啦。 妈咪,救命啊。 换你了。 子埃,不要呢。 我用这个打印的就好。 先把纸上的蝴蝶剪下来, 然后把有图案的一面放在手腕上, 接着用虚后水把它弄湿, 紧压在皮肤上, 胡同自清就完成了。 很适合我呢。 哇哦,我知道。 感觉真漂亮耶。 嗯,我暗恋的人让我突然有些灵感。 希望他会喜欢这个。 估计一试吧。 你好啊,David。 好啊,他给了我什么啊。 啊,这个爱心我懂啊。 心跳得超快的。 让我想想看啊。 我的书? 抱歉,让我帮你捡起来。 哦。 好软啊。 啊哼,哇哦。 呃,我的书? 哦,对啊。 呃,呃,谢谢。 我好像恋爱了耶。 等等,再看一眼。 没错,这家伙真是与众不同。 啊。 哦,可以画这个。 我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初次对眼的那一瞬间。 男画的部分画好了。 不错哦。 哇哦。 我记得。 真是个小甜心。 爱你哦,宝贝。 准备画剧是创作的一部分。 虽然有时会有点乱。 无论如何,来把我的想法画出来吧。 第一笔最重要。 这边要来点蓝色。 看起来好像还可以耶。 怎么样啊? 超难看的。 不行,还好我有很多张纸。 呜,慢慢来。 这比第一张还糟糕耶。 呃。 真是的,专心点。 这是在开我玩笑吗? 为什么我连一朵花都画不好啊? 好啊。 冷静一点。 先呼吸。 我可以的。 我绝对可以的。 来吧。 慢点。 慢点。 呃。 啊? 真是倒霉啦。 等一下。 这个形状很有趣哦。 这点子可以用耶。 把画笔推向不同的方向, 就可以画出不同的形状哦。 而我就用它们来当花败。 整朵花都画完以后, 再下面加上绿色的叶子和花金。 看到成果了吗? 小心慢慢画, 才会画得好啊。 还可以把两朵连在一起。 刚刚好把空间填满。 就知道我可以的。 哇哦! 全部都是你自己画的啊。 就这样就给你吧, Annie。 我又有新的点子了。 这一次, 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不过别担心, 我的主题还是一样的。 这样的画法会让叶子非常生动。 一定要慢慢来, 别着急。 还可以画一些草, 你看。 不过下一个步骤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会用发泡颜料。 来创造不一样的质感, 而且会用气球。 感觉很棒吧? 然后就像盖银杖一样, 就可以创造出这些有趣又独特的花了。 别忘了这朵哦。 很酷吧? 超赞的! 你觉得如何? David! 你到底是怎么画的啊? 我的秘密武器。 这张画真是朝气蓬勃。 可以框起来了。 得继续画才对。 不过我需要一点灵感。 嗯哼。 对, 你说了什么? Susan, 你真坏耶。 想不出来。 不好意思啊。 我的纸。 哦, 是我不好。 糟糕。 看看你弄的。 全都毁了啦。 嘿, 我可以给你看样东西吗? 你有听过愉快的意外吗? 这就是个好例子。 我也要。 好啊。 大小也可以不一样哦。 厉害耶。 来吧。 你觉得总共可以盖多少的? 想要几个就有几个。 有点疯狂呢。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当然, 一定要是圆形的。 你觉得够了吗? 看起来超酷的, 对吧? 几个掌吧。 我的小画家。 嗯哼。 嗯哼。 下车。 来看一下哦。 她的玩具应该带够了吧哦。 哦, 可别忘了帽子。 还有我的书。 还有湿纸巾。 弄脏的时候可以用。 哦, 袋子装满了。 讨厌, 进去了。 一定装得下的。 好极了, 现在怎么办? 嗯? 她在玩的是什么? 嘿嘿, 嘿妈咪, 那是我的。 好哦, 把玩具从容器中拿出来。 空了以后, 就可以塞一堆湿纸巾进去咯。 虽然容器很小, 但还是塞得下几张湿纸巾的。 好了, 应该够了。 这样站的空间就少多了。 嘿妈咪, 给你看看我的洋芋片脸。 真厉害, 做得好哦。 等一下哦, 让我拿张湿纸巾出来。 这实在是个超聪明的好点子。 好哦, 让妈咪把你的脸擦干净。 好了, 干干净净, 我就喜欢这样。 啊, 真是个愉快的下午。 哦, 天哪, 宝贝你看, 这是鸭子呢。 妈咪啊, 你害我打翻了啦。 我的天哪, 别担心, 我有办法的。 你看, 我还有湿纸巾呢, 来吧, 擦干净就好了。 衣服又干干净净的了。 那么, 你去苹果, 别喝汽水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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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要过来了。 我撞, 恐龙卡出来撞你, 用力。 亲爱的, 你在那边干嘛? 亲爱的, 宝贝, 妈妈在问你问题呢? 我的老天鹅, 你满手都是土呢? 还好我还有湿纸巾。 来, 我帮你擦手, 这次要大力一点才行。 好了, 手又干干净净了。 耶,谢谢妈妈 我最爱你了 一个,选得好 拿去吧,给你哦,Betty 我们走吧,亲爱的 好好吃哦 等一下,亲爱的,我得接个电话 哈喽,哦嘿,很高兴你打来啊 妈咪 不会吧,才不幸呢 好啊,Betty 我的棒棒糖,赶快捡起来 好脏哦 我的气球呢 回来耶,气球对不起 为什么好人会有这么多倒霉事 Betty,怎么了 我等一下再打给你 没关系的,亲爱的,妈妈会想办法的 紧急状况 交易愉快啊 这么该休学的 我得防止杯子的发生才行 来把司队防在棒棒糖上 应该可以了 给你吧,Betty 哇,谢谢妈妈 你看,我的气球不会飞走了 哦,那就好,亲爱的 妈妈很开心 妈咪,交给我吧 这是新体验耶 这真可爱,马修会喜欢的 哦,糟糕,得消耗才行 可恶,没有橡皮擦耶 好吧,铅笔盒里面肯定会有 嗯,在哪呢 我明明有的 诶,等等 诶,吉娜 叉子能够借我吗 拜托 好啊,拿去啊 嘿,你 谢了,感激不尽 我正需要呢 还在马修那边啦 去找他吧 他会吓一跳的 哦,马修住得真远呢 至少等等不用洗澡了 我真该在家外套的 等不及见他咯 什么 你今天真美 我真的不敢相信 人家的叉子啦 烂透了 纯马修 他怎么能够这样啦 我再也不要接他叉子啦 嘿嘿,该怎么办呢 吉娜 呃,你在这儿多久啦 用消心笔机 怎么用 等等,我懂了 哎,谢啦 我真应该早点想到的 先把消心笔机给搬过去 然后在底部加点热绒胶 一路加到顶端 让它定型 这样应该行 热绒胶可以擦去笔机 超有用的 把画给画完吧 啊 我想帮忙啊 我也买了这个给你 哦,真可爱耶 真抱歉啊 哇哦,天晓得科学这么有趣 哦,有讯息 糟糕,我都忘了吉娜的生日 我得要赶快找个礼物送他 这里肯定有什么可以用的 啊,也算进展了 接着来找礼物 哇哦,哎哟 嘿,这个缎带可以哦 等等大哥会痛歪吧 好啦,我们来创意一下吧 进行得不错耶 哪,超赞的 但里面要放什么呢 娃娃吗 嗯 啊,又是娃娃 我有一堆了啦 算了,花朵 这可不错呢 真美啊 啊,这些蜜蜂哪来的 啊,我被钉到了啦 可不能冒险 这可是个好主意 这是在闹吗 别想 可恶啊,快想想 哦,有了耶 我可以做日志给他 从普通的笔记本开始 打开封底 先沿着边边涂一层热绒胶 沿着边边和页面底部 接着呢,我们需要的是粉红缎带 将缎带粘上热绒胶 沿着页面底部重复进行 完成了以后呢,拿出绿色缎带 沿着页面边边粘上绿色缎带 别留空啊,挨着边粘好 接着合起笔记本 把粉色缎带折到笔记本上 接着将绿色缎带交错 穿过粉色缎带 继续进行直到缎带都穿好 打造出金格效应 再次打开笔记本 在页面的顶部涂一条热绒胶 将多的缎带折过封面 粘在热绒胶上面 好好的压实 沿着边边缎带再涂一次热绒胶 记得只涂在三个边呢 接着粘上一张卡纸 压一压让它固定 好,自制日志就完成咯 希望吉娜会喜欢 准备好去吉娜的生日会咯 我有东西给你 哇哦 呃,碎纸 诶,谢啦 认真吗你 看看盒子里面啦 哦,好哦 谢谢,你最棒了 哥知道嘛 没什么比透过艺术 表达自己更棒的了 这是在周围世界 寻找灵感的好机会 就连表情符号 也可以带来创意哦 让我们结合几个表情符号 来创造独一无二的作品吧 先画轮廓 然后要填满圆圈 可以唱色了 黄色最适合 接着要填满爱心 每人喜欢破碎的心 怪不得表情符号在哭呢 接下来 要塗眼泪 哦,好可怜哦 我有点激动呢 眼睛和嘴巴可以涂上黑色 然后要加上一些细节 白色的笔可以画出白色的反射 看起来不错呢 然后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你有事吗 我在听故事啦 你真是个书呆子 Luna 别再打那书呆子了 把话具拿出来吧 哇,这些是给我的吗 那我的呢 哇,看看这些画画工具 这次在开玩笑吗 太赞了啦 呃,你有事吗 你们会需要模特 这只可爱的小猫咪正好 完美 哦,他好可爱哦 我可以开始创作了 嗯,要用哪一支笔呢 我需要工具才能画 这些蜡笔刚刚好 不,不行 放回去 这下问题可大了 或许我该用彩色笔 实在太多选择了 好烦哦 等等 我有办法了 我得偷偷摸摸才行 再过去一点 哦,要当定哦 我的机会来了 拿到了 哼,你也没那么聪明嘛 这些该用来做什么啊 至少现在有笔了 赶快开始画吧 首先要画一条直线 然后画一个超大的数字三 像这样 接着,要画猫的耳朵 还有胡须 最后是又长又卷的尾巴 来加点颜色吧 看起来很不错呢 来加上眼睛和鼻子吧 还可以为猫咪画些条纹 条纹可以深一点 还有红红的脸颊 很可爱,对吧 超级简单的 嘿,你知道我画完了吗 败了 我一有压力就表现得很差 我得快点才行 到了 谁赢,好像很明显哦 我是财派 获胜者是 Luna 耶,我就知道 嘿,我赢了什么呢 等等 好像有什么不太一样 哇哦,你看这个 手别碰我的尾巴 真是一只凶恶的猫咪耶 怪不得我比较喜欢狗狗 我要开 不行 真不敢相信耶 你看 什么 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嘿,你居然上当了 这可是书中最古老的把戏 啊,跑哪去了 只要你晃神就输了 哦,是颜料 这一定很好玩 哦,可恶 颜料消失了 超奇怪的 Chris,是你偷了我的颜料啊 当然是我 你麻烦大了 你麻烦大了 住手啦 那独角兽有事吗 你们下一个任务来了 哦,好重哦 画这个西瓜吧 嗯,光有笔能画什么 也料给我啦 你没有说出神奇的词 要说请嘛 是时候创作我的杰作了 你用手指啊 艺术来自灵魂 不是画笔 对啦,对啦 随便啦 我怎么感觉不太妙 不知道Chris画了什么 嗯,他在干嘛 或许这样也不错哦 别理我 你怎么这样啊 嘿 放轻松啦 我只拿了一点点而已 用画笔在黑点天上画一下 画成一个半圆形 这两个颜色夹起来 就像一片西瓜一样 来画其他的吧 嗯,这让我肚子很饿呢 完成了 噓,以为害我分心了 嘿,时间到 你觉得如何 呃,那是一艘帆船吗 Luna赢了这场西瓜挑战 哇,连赢两场哎 哦,真是可口的点心 看起来真的很棒 你也想要吗 好哦,谢谢 真是太棒了 啊 只有这个啊 我会珍惜的 我们好像艺术界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哦 只不过我是朱丽叶 而你是我的罗密欧 我不是叫你不要盯着我看吗 你有想被谈内裤吗 呃,别理我了 你开吧 不了,你开就好 好吧 我拿这些笔 颜料给你了 你送了礼物给我 什么 下一个条件来了 没什么比玫瑰更浪漫了 哇哦,这肯定是个征兆 这是给你的,亲爱的 我的最爱 生活真美满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我们俩会直到永远 发生什么事啊 又怎么了 你超怪的 他肯定在跟我调情 你实在很美 我好像感冒了 哇哦,好大的喷嚏哦 不知道他们这次会画什么 我没事,完全没事 你下次可以警告一下吗 我的画,看你做的好事 等一下,可以用这个 这个主意真棒 用画笔的纸上推几下 要往不同的方向推 看起来很像花瓣吧 很漂亮呢 再来几片 其实很舒压呢 好了,现在要加上花的筋 这个部分很简单 只要画一条直线就好 然后轻轻画一道 又成了树叶 看起来很不错哦 现在要画花的底部 再加上一点细节 就完成了 看起来如何 我这边有点麻烦 这作品不怎么样 这叫集前主义,对吧 我的花很厉害吧 胜利的是 Chris 耶,我就知道 好啊,追现在的 我可以的 Luna 这 我的天哪 一切都被毁了 我好像对花过敏啊 放手啊 放马过来 哇哦,你很强壮吧 你有健身吗 有什么不对劲吗 不 嘿,你作弊了 接受现实吧 来看看吗 哦,好极了 这些是我的 我只拿到两支粉笔吗 真令人失望耶 那你给我吧 都是你的错啦 看看我的粉笔 下一个题目是 一串葡萄 真简单 你们开始吧 这一点也不难 呃,我好像有个麻烦 肯定不会顺利的 别再找借口了 我超爱葡萄的 多汁又好吃 整天吃都没问题 嗯,超级好吃的 你不觉得吗 哼,那样吃太好了 嗯,好好吃哦 嗯,我得想想办法才行 我好像有个主意了 用小刀来刨粉笔好了 让屑屑鸡掉在纸上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图案 然后用手指抹开它 把粉笔屑弄成椭圆形 一路往上 画出更多椭圆形 看起来就像葡萄一样 画好了以后 把剩余的粉笔屑吹走 然后拿一支笔 画出葡萄的轮廓 这样葡萄的外形 就清清楚楚了 要小心不要弄花葡萄 否则毁了它们可就不好了 一直往下画 这样葡萄会很突出 不过我还没有画完了 要用白色的笔 加上一点光影 这样看起来会更专业 现在是葡萄的藤 我们会用咖啡色 哇哦,成果真棒 嘿,Luna 准备好揭晓了吗 一,二,三 怎么样 哇哦,Chris胖得超棒的 哇哦,真是不错 不过Chris赢了 耶,实在太赞了 我真的赢了吗 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哦,哇哦 你看这些葡萄 一定超好吃的 你看这个,Luna 你真幸运 我也想要 哦,你害我觉得很愧疚呢 看来就有一个办法了 Luna 这个送给你吧 这是恶作剧,对吧 哇,我目不转睛 而且嘴巴也停不下来 这好好吃哦 嗯,哦,粉红的 我最爱的口味 嘿,这是什么糖 嗯,好吃 那给我,我要 嗯,我最爱糖果了 妈,来咯 哦,我的零食没了 我得做点什么 好,我得从厨房拿新的糖 她没在看 我拿别包糖的机会来了 啊,谢天谢地 耶,更多糖 谢谢妈 你开我玩笑吧 好,这边她找不到了 妈嘿,是你的糖 哦,我只是想吃点糖 这要很过分吗 我只是要更偷偷摸摸 更安静 哦,看来是安全了 等一下哦 我想出了一个点子了 我有这包生纸巾 对,这样一定行 第一件当然是拿掉纸巾 然后我还要拿掉 方形里面的塑胶 我现在可以把糖果放进去咯 你看看 我整袋都装满了 我可以盖上盖子 糖果完美隐藏了 现在就来吃一颗吧 哦,你看 黄的看起来好好吃哦 好甜 我好爱这些糖果 等等 是什么在震动 糟糕 你看水 它又过来了 啊,它来了 嗨妈 嘿 我闻到糖果 你手上有吗 什么 我 没 我没有糖果 我就有虚子鸡 给我看 我不觉得这是糖果 好,你可以拿回去了 哦,也许糖在那边 它走了 呼,终于宁静了 当然了 还有可口的糖果 我最爱的Pubby 我最爱蝴蝶了 哦,天哪 它像个小天使一样 哦,嗨 好久不见的 你最近好吗 快点 我们去散步吧 耶 你可以哦 我们该去环游世界吗 哦,娃娃 你看,是游泳池呢 我最爱游泳了 哦,你口温渴吗 那你该喝点东西 给你 感觉如何 不错吗 哦,不 它跑哪儿去了 哦,它在那边 绝不敢相信 自从上次见面以后 它长大了这么多 娃娃 这里一点也不好玩 哦,你看那边 那边有一颗球呢 哦,这颗球也不错呢 我好喜欢哦 红色和蓝色的 嘿,快回来啊 小球 别滚了 我要和你玩 哇 小球你看 这颗树好高哦 一直长到天空里耶 真是一棵超棒的树 树啊,树啊 信不信我可以帮你摇垮啊 开玩笑的啦 我真的超爱这本书的 啊,等等 它跑哪儿去了 人呢 不不不,它不见了 这附近都没有它的身影 它的娃娃在这 但它去哪儿都带着娃娃的 它跑哪儿去了 不好意思 哈喽 你们有看到这个小女生吗 这是它的照片 它很可爱 哦,真对不起 我们没有看到过它呢 它会跑去哪里 哦,是我的电话 哈喽 是的,是的 哦,我的天哪 太谢谢你了 哦,怎么还没有来 哦,我的小天使 宝贝啊 妈妈到处来找你呢 嘿,妈咪 哦,真是感谢您带它回来 您怎么找到我的 哦,是它的手链啊 我拨了上面的电话 就找到你了 我的老天哪 我都忘了有这手链了 这是用钓鱼线 和一些珠子做的 星星珠子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加上我的电话号码 还有它的名字 然后再来几颗星星 真是太谢谢您把Annie 带回我身边了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哦 和你的救命英雄 说再见吧,Annie 让我弄一下头发 招吧 我们一起招一张吧 肯定会不错 来看看吧 哦,好可爱哦 哦,我知道了 妈 这一定会很棒 你回来了 真是辛苦的一天 不过照片拿到了 妈,你不必拿出去洗啦 我们可以用这个迷你打印机啊 想要在手机应用程式上 全取滤镜 然后按链印 哇哦,你看 是你耶 高科技产品很厉害吧 让我试试看 嘿嘿,我也会了 超搞笑的 一定要给我的朋友看看 哇哦,我们真漂亮 好无聊哦 嗯,我知道怎么叫醒她了 来唱个卡拉OK如何 蛤?哦,不 问问不可 沙拉拉拉 不,是女妖吗 Ashley,住口吧 很难听耶 我耳朵超痛的 呃,Ashley 感觉不太妙啦 我觉得你还是把麦克风放下吧 嗯,耶 蛤,她还在睡呢 哇,妈咪 我不要上学 看来她不是我的粉丝 咳咳 哇哦,嘿,员啦 啊,是谁告诉她 她会唱歌的啊 蛤,还是没反应 难搞的观众啊 开唱吧 喔,妈妈 嘿,坐下啦 我得做些什么才行 我马上回来 喔耶 黄狱呜吧 她还在唱啊 穿不敢想怎么变成这样 叁的 叁叁的 拜托拜托 叫她停下来吧 我受不了了 啊 连死人都被嚇活了 他唱完了麻煩告诉我 一直到巧遍 闭嘴啦 嘿 别唱了 等一下 我有个主意了 我什么都愿意尝试 我需要卫生纸的纸桶 把它剪成两小段 拿出其中一段 然后再边边连上胶带 一整圈都要贴 应该可以了 现在要在胶带上剪个几刀 记得要均匀分布 像这样 然后把另外一只手拿出来 把纸桶黏在手背上 拿出我的遮瑕刷 挤一点在纸桶上 然后用化妆刷把它涂开 要把胶带和纸桶都盖住 不能让任何东西漏出来 然后也要涂在我的手和指甲上 接着需要拿出粉饼 上一层薄薄的粉 这会让肤色淡一点 看起来不错 然后我需要一支笔 在我的手背上画一条细线 看起来要像一条疤痕一样 然后在指甲上加上一点鸡色 接着手指上摇滑些疤痕 哇 看起来真棒 而且超恐怖的 看到的人肯定会做噩梦 可以来让Ashley闭嘴了 好像该把灯关掉 怎么一回事啊 Mindy 是你吗 那边这是谁 我一点也不请关 还有一点 我会空手道哦 你在哪啊 等等 那是什么 有东西在摸我 你在我身后对吧 后面没有东西 超奇怪的 过去也是我很想出来的 超恐怖的 灯突然灭了 然后有个东西抓住我 是啊 听起来超诡异的 等等 这样好一点了吗 谢了Mindy 今天松了一口气了 不 不 不会吧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呢 什么 放轻松啦 是我的手啦 你看 没什么好担心的啦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搞什么 原来是你 呃嘿 你醒来啦 你们在干嘛 不是我 是 是小手 这 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哇 那是什么 空气准备好了 呃 连一笔都还没有挂了耶 算了 至少还有这一只 嗯 哇 呃 我的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 我的挂笔断成两半了 哎呀 真是走勾啊 嘿 等一下 有看到这一大利面吗 用橡皮筋把面条绑紧绑好 记得要绑到尾端 现在把面条放进烧滚的水里 好极了 就想要这样的结果 这个给你用 Alex 这不是一大利面吗 用来画画的啦 小傻瓜 沾上颜料就可以用了 准备好了吗 快来试试吧 哇 真的可以 太厉害了 挑战时间 我好兴奋哦 对啊 呜呜 呜呜 可是我们还需要一点工具 来吧 嘿 你看那边 呜 你想画那个吗 那是我最爱的颜色呢 爸爸 好哦 拿来了 你想要的是这一只嘛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要计时哦 那我也得赶快开始了 儿子 选一个吧 都是我的 只剩这两只给我吗 嗯 我知道了 那瓶水好像可以用 好像越来越有趣了 把彩色笔放进水里 然后把喷嘴装回去 好了 耶 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爸爸 整到你了 看我表演吧 还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 看看最后的成品是什么 你赢得了我吗 快来看看我的杰作吧 哦 讨厌 你的挂比我的好多了 不公平了 别哭了 你会慢慢进步的 嘿嘿 看来我赢了 等一下 我有钱哦 啊哈 哦耶 干嘛 没错 那个我要了 嗯 拜托 我想要跟你买 你还真是个优秀的推销员 给你吧 我是优胜者 爸爸 我没问题 接下来呢 好无聊哦 那我们来看电视吧 不要 不要 让我瞧瞧 我不确定 哦 这看起来很有趣 你看 我喜欢 不然我们也来创作吧 耶 所有的颜色我都要 让我瞧瞧 这边画几条线 加上几根草 哦不 我的水 弄得到处都是了 不 别弄坏我的花 哦 不 儿子 你美丽的画作 哎 真是难以置信 呃 不公平了 我再也不要画画了 真是令人心碎 不过 也许也没那么糟糕 我知道该怎么办的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 先把纸巾 把水吸起来 然后把其余的部分画好 这会让画作 有不同的质感 看起来像是涂鸭 花瓣可以尽量多画一点 尖尖的小花瓣 也可以来一些 要有耐心 一切都会值得的 没错 快画好了 你知道吗 再加一圈会更好 你的手很累了吗 别担心 我们快画好了 别忘了花金啊 当然 还可以来几根草 神奇之处 在于细节 这边再随意画点什么 嘿 Alex 你看 呃 什么啊 我把你的花改造好了 你喜欢吗 嗯 让我看看 光用看的都超级开心 谢谢你 那你的呢 哦 我都忘了我的了 我什么也没想到 真糟糕 哪这样的 没错 我们真的合作无间 哦 团队合作可以让梦想成真 耶 爸爸 他真的很漂亮 你看 我很爱他好吗 我要画他的画像 嗯 哇 耶 可是我不会画人像哎 我应该可以帮你啊 嗯 呃 什么啊 把你看到的画出来就好 嗯 好啊 我可以的 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 儿子 要是想得出来画什么就好了 爱心应该不会出错吧 毕竟爱心代表爱嘛 好啊 Alex在画什么呢 嗯 这些爱心还不赖嘛 我以前昨晚没有画过呢 呃 我是在骗谁啊 爱心真的超难画的 我的成果不错的说 嘿嘿 我的糟透了 嗯 别对自己那么苛刻嘛 嗯 拜托你 帮帮我嘛 嗯 哦 我的给你好了 哇 我要我自己的话啦 哦 嗯 哦 我了解的 让我想想啊 嗯 嗯 那用这些饼干模怎么样 有了 拿一个马铃薯出来 然后把饼干磨压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嘿 Alex 你看 哦 拜托一下老爸 马铃薯 哇 看来你还不懂 是个印章好吗 什么 好哦 麻烦给我红色 现在盖下去就可以了吗 对啊 好哦 姑且一试吧 真的有用哎 爸爸 你真是个天才哎 不 你才是个小艺术家呢 你真厉害 嘿嘿嘿嘿嘿嘿 再见了 我的心属于你 真的吗 啊 嗯 我超爱的 凯特小姐来看看你的结果吧 X光既有趣又能够提供资讯 趁他没在看 快吃零食 抱歉 你是在吃东西吗 好哦 我看错了吧 再来一口 这真有趣 我肯定有听到组绝声 戴着口罩 我怎么可能吃啊 他信了 来片洋艺片吧 就知道你在偷吃 你偷藏了一堆的零食 不不不 那不是我啦 凯特你知道规矩 禁止饮食 看 都写在你的病历上 你尽吃垃圾食物和零食 别哭了 这才是对你好 但我爱吃零食啊 嗯 这真有趣 停 读一下标志 禁止饮食 嗯 好啦 天哪 一定有什么办法 你真是个美丽小天使啊 咕咕咕 请进吧 小姐 哦 这给了我个好主意 就带着我的宝宝进去吧 零食宝宝 不 你手别碰 上面都是细菌耶 嘿 不准带这进来 好啦 拿去 好好享用啊 天哪 有必要用这规矩 折腾新妈咪吗 背后了 但至少我有零食吃咧 况且食物能让人开心 我还以为这是医院的意义 正式的 噓 别哭宝宝 那话医生不会再凶你了 好耶 来吧 谁是最棒的宝宝呢 就是你 就是你 嗨 我朋友在那边的大厅等我 耶 真高兴你来看我 还带了零食 等等 拿好别让别人看到 我带了一堆零食给你 我知道你有多爱零食 你最棒了 谢谢 可恶 现在该怎么过一生那一关 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这样走过去 他一定会看到糖果的 然后就又会凶我了 嗯 或许能从他的桌下针过去 嗯 或许能从他的桌下针过去 嗯 算了 他会发现的 如果我假装怀孕呢 哦 对耶 他有食物扫描器 糖果兔躲不过的 凯特说过多少次禁止饮食 然后他又会凶我了 真讨厌他吼我 连想象画面中他也在吼我 好哦 该来点戏剧化的方法了 把糖果塞进裤子 他肯定不会翻我裤子找糖果 好哦 保持自然 凯特 别让他起意 不 糖果从酷馆掉出去了啦 等等 就给了我个解决办法 把糖果插在咚咚鞋上就好 等等 凯特 我得检查一下有没有食物 好哦 你可以回你房间了 这病人也真怪 好哦 回到房间了 成功了 偷渡完全不糖果了 来看看哦 就先吃你吧 祝愿人生整个舒爽多了 还有更多能玩点吃呢 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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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食最棒了 雷根糖配Pink最棒了 糟糕 有人来了 得全部藏好 不然就糟了 这不行 得找个更好的藏力点 耶 这个可以哦 嗯 那它不会怎样啦 好哦 把帽山这样放下 然后来填庄咯 进去吧 零食就是唯一保护你的方法 这帽山也太好塞零食了 摆个姿势让它看起来像在睡 嘿 你安静点 回床上吧 好哦 凯特 似乎等等什么声音 大概听错了吧 我的手臂今天好多了 医生 好哦 来量量你的体温 不错哦 我也看一下另一个病人 不 等等 他 呃 在睡 他不太想被打扰 别吵醒他 他超难睡的 啊 好哦 谢谢啦 那我晚点再来看 哦 差一点 但成功了呢 继续吃零食咯 吃一个这个就好 嘿 那我咧 我的天哪 都忘了 拿去吧 幸好我有很多可以分 医院也没有那么糟啦 哦 有讯息 啊 是杰克 他带了一堆糖果给我 耶 糖果 等不及咯 肯定很棒 这骨折看来真严重 哦 请停下 过了这一点 尽吸食物 尽先健康食品 好哦 幸好我有备用方案 拿出水果懒档就好啦 照您说的 这里没有零食 都是健康典型 嗯 我检查一下篮子哦 糖果听诊器能看得硬清而出 糖果听诊器 竟然有这种东西 嗯 好哦 我再深入检查一下 也太蠢 他什么都找不到的 嗯 你可以通过啦 没找到什么问题 这听诊器真的有用吗 啊 真不该这么做的 嘿 小珍 我带你的零食来咯 但又是水果 我已经有一堆水果了 小珍 你肯定会想吃这水果的 杰克 我真的吃着吃烦了 嗯 但我的可是特别款哦 瞧 真的耶 里面都是糖果 嗯 张大眼睛看其他的哦 像这个凤梨 你超爱的小熊软糖 是耶 你记得这是我的最爱 都不知道床何吃起了 好哦 就来个棉花糖苹果吧 这真是最棒的水果篮咯 一切由我啊 朋友当然要挺啦 谢了 杰克 今天超棒的 我猜这就是为何我们来到这里吧 那就来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吧 嘿 你好不好啊 超久都没说过话了 嗯 我猜我也来修修指甲啊 哈 终于 看看那道光 外星人跟幽浮来了 真的是好兴奋啊 这太酷了 等不及要来看接下来发生啥事了 等等 我拿到没有手 这不公平 我拿到一只手 完全能接受 该来画我的小小外星人了 先画头 现在来画身体 可不能不画手 当然 还得要画一对 然后是黏乎乎的小腿 再加上点细节吧 他得有着经典的黑色大眼 还要有小鼻子和嘴巴 现在就让他动起来吧 呃 他能用他那一只手 让事情看来很简单 哦 天呐 在我旁边的这个 是个真正的外星人呢 他正在用我的盘子和马克比 嗯 来看看他画的 看来他试着要画外星人 嘿 我说外星人老兄 看看我画在盘子上的 瞧 当水流动时 他跳起舞来了 真的要说的话 他还算是跳得真棒呢 我打赌你整个就是爱上他了 yes 他喜欢 哇 看看那神奇的太空蛋糕 哇 他把蛋糕放我身边 我懂了 你可以拿走这个哦 这也许是我所见过的 最棒的蛋糕了 他拿到一个蛋糕 我拿到啥 啥也没有 除了盘子上的这个外星人涂鸦 嘿 我的盘子怎样嘞 你不想要这个吗 也许跟你换个蛋糕 不要 搞什么 这是你画的耶 真是不敢相信 嗯 这看来很棒 我要来咬一口 嗯 嗯 这真是个美味的太空蛋糕啊 真高兴我赢得了这一轮 这些是我最爱的 充满了水果味 我觉得热带风味绝对更好吃 等等 我有个点子 让我从袋子里倒些出来吧 又缤纷又漂亮 我真的超爱粉红色的啦 整理一下吧 就先从这些蓝色的开始吧 然后粉红色 好咯 整理好就来点魔法吧 耶 有用耶 变成了细胶板 就像我想的那样 该来玩戳戳乐了 嘿 搞什么啦 你在干嘛 我们不是应该来画画的吗 哦哦哦 对哦 我忘了 我猜是被细胶板给弄分心了 耶 这一次我可以用手了 对呀 只手 哈哈 机会来了 别介意我用一点这个哦 我会用它来画画 就从这幅画开始吧 我用画笔来从细胶板里面开始画 好兴奋 要来看这结果如何了 现在对橙色牌细胶板来做同样的动作 好 完成 来试试看 把细胶板翻过来到纸上 现在开始戳戳了 红色 红色 也许来点蓝色 老天 看他获准用两只手做的这些事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来吧 鼻子 你要变成我的画笔了 哦 颜色有点冰呢 该来用鼻子在纸上点上色点了 很顺利呢 换别的颜色 看 不用鼻子画出细胶板的样子了 耶 也做了我的 这画得实在太棒了 看我的点变多完美 绝对比你的好 哇 魔法回来了 细胶板饼干 我就不客气了 嗯 哇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看来绝对很好吃 我也要来咬一口 哇 你看到这道光了没 哦 看来我们这一轮是拿到了一些盒子 我要拿这一个 不是吧 看看我拿到啥 一堆喷气罐 真好奇我拿到啥 摇晃猜不出来 那么我就打开咯 哇 整盒全新的彩色铅笔 我爱它们 哦 瞧 又一个小盒子 你觉得里面有啥咧 我要打开来看看 哈 跟我小的不一样 是个眼球软糖 好Q软 我要来吃它 因为我饿了 嗯 很好吃呢 好有嚼劲 我喜欢 哇 真是很好的零嘴呢 真希望还能吃更多 嘿 瞧 这一轮我们都能用两只手了耶 我戴了手套要来搞搞艺术了 从蓝色开始 在中间画上一个斑点 再用玻璃杯遮盖来画出白色 好了 现在有个完美的蓝色圈圈了 接着我得用盘子盖在纸上 盖来喷上黑色颜料了 我得喷点黑色在正中央做瞳孔 我画的是眼睛 一只手跟铅笔都准备好了 来咯 用一只手来画一只眼睛 目前进展非常顺利 我想完成了 我的笑脸完成了 哇 你是怎么画出来的呀 啥 我的可爱小眼睛吗 是不是画得很棒啊 这魔法把我的画变成另一个眼球软糖了 而且是一颗超级大的眼球 这也太巨大了吧 我也能吃一点吗 呃 不行 这是我的 现在不好意思咯 我得吃我的巨大眼球糖了 呃 老天 我猜是因为我没给他吃蛋糕的关系吧 呃 哇 怎么回事啊 这是啥 呃 又一个 它们一直冒出来耶 哈 哦 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你就吃一点嘛 亲爱的 不要 我不吃 很恶心 哦 我知道了 寄个玩具给你 嗯 嗯 不要 好吧 那 这些pop it呢 我已经有一个了 你看 不稀罕 哇 我尽力了 整箱钱都给你呢 你可以买很多糖果哦 呃 真的好多钱呢 不 我不会被收买的 你真的很爱讨价还价 我不吃了 哦 哦 我美丽的厨房 好好玩哦 我要和美人鱼玩乐 美人鱼 嗯 我好像有办法咯 要让吃饭时间变好玩 你只需要一根汤匙和一些粘土 先把粘土压平 然后包在汤匙的把柄上 包起来 接下来把粘土的下方捏成鱼尾状 像这样 然后用雕刻工具加上一点细节 用工具在粘土上慢慢画线 看起来不错呢 现在来画鱼鳞 从上面开始慢慢往下画 记得不要画太深哦 只要在粘土表面上轻轻画就好了 画好了以后 把汤匙放在烤盘里 然后放进烤箱烤 粘土红烤之后会变硬 从烤箱拿出来 然后让它冷却 最后 把尾巴塗成银色的 希望这招有用了 哇 美人鱼汤匙耶 好神奇哦 乖孩子 嗨 亲爱的 拜拜 嗨 小甜心 你的早餐来咯 我才不吃这个了 又来了 有其父必有其女 不 不吃 我闻到了 就快到了 你看那些糖果 都是我们的咯 看起来真好吃 慢着 这可不是糖果 但是很健康啊 无聊 不准再吃糖了 好吗 她当然希望这样 但嘿 什么 你看 下面 算了算了 你看这个啦 哦 不错哦 我有巧克力酱哦 太棒了 那妈妈呢 不能让她发泄 我有办法了 呃 嘿 亲爱的 哦 天呐 我们跳之舞吧 哇哦 老八真优雅 别理了 我的机会来了 拿一根香蕉 放在这上面 哈喽 然后将管子插入另外一端 扭一下 就会把香蕉中间的部分挖出来 像这样 你想要吗 算了 至少我有味 香蕉吸管 好吃 现在来填充香蕉吧 把巧克力酱装进这里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了 要把把手往下压 然后把香蕉拿出来 中间就会填满巧克力酱了 这样剥掉香蕉皮 看起来好好吃哦 还真没办法 控制你的舞步 好像回到青少年时光一样 乖孩子 你在吃香蕉啊 有用吗 你看 哇哦 谢谢啦 小家伙 记住我的舞步 还真是管用 闻起来好香哦 好玩吗 亲爱的 我是厨师妈妈 我要来煮饭咯 但我需要其他材料 哦 烫衣服真烦 无聊透了 Chery 你在干嘛 不是告诉你 我在煮饭吗 我的化妆品 都被毁了 哦 我知道了 这是紧急状况 啊哈 我就是需要这个 这个应该有用 煮饭真简单 我有东西要给你哦 真是一团乱 又得清洁了 这个给你 哇 谢谢妈妈 我要把尾巴拔出来 你看 里面有好多小球 把这个的容器口撑开 现在可以打气了 妈咪 你看 来加亮片咯 好漂亮哦 接下来呢 是这个小家伙 进去吧 哦 还可以装一个 Puppy进去 还有什么呢 再来点亮粉 色彩缤纷啊 哦 真美 这个一定要放进去 超好玩的 接着盖上盖子 哇 超棒的 妈妈你看 很赞哦 亲爱的 Cherry 不要啊 我要做另外一个气球 不 我不要 放开我 你快上厕所吧 亲爱的 好了 好啊 那是什么声音 奶妈好 你快坐回马桶上吧 不公平啦 啊 等等 又来啊 有事吗 不要再闹了 那你慢慢想哦 我先走了 肯定有什么办法的 啊 我知道了 我才不要吃那一个呢 我要玩这个 欸 C 你看我有什么 你很饿吗 红鹤先生 吃吧 嗯 你很喜欢吗 哦 他真的在吃 但他得上厕所了 不会吧 我要看 他真的会便便啊 先瞧个舒服的姿势 可以开始咯 哦 看来你很急呢 还有吗 哇 真的在便便耶 我也要便便 乖孩子 你走吧 没事的 就剩下我们俩了 好慧先生 真是聪明的孩子 哦 你吃了什么 是你的眼睛都痛了 超恐怖的 Mindy 有人吗 你在这儿吗 Mindy 希望他会来 哈 我的眼睛 你来啦 当然啦 超想你的 最讨厌和你分开了 怎么敢相信我们要偷溜进来 我等这一刻等了一整天了 我也是 慢着 学校不准接吻 我就站在这里 小姑娘 你说什么 大喇叭退大声了啦 你们明知故犯 禁止谈恋爱 我要呼叫之人了 把他们带走 遵命 我真爱我的工作 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希望这招有用 动作要快一点才行 差不多可以了 来吧 好 怎么回事啊 我们在哪儿啊 你看 又到了艺术挑战的时间了 很酷吧 真假的 嘿 姑娘 那皇冠很适合你啊 你真的这么觉得啊 看我脸都红了 麻烦 呕吐袋给我 我有东西要给你啊 接着 我爱你 收到了 她真是太可爱了 我们可以继续进行挑战吗 她超完美的 不是吗 等等 她在干嘛 对不起 我得接一下电话 你去哪儿啊 认真吗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啊 本来可以改口卷的 我觉得你会需要这个 谢谢 本来以为我跟她的感情很特别 她怎么能这样对我 什么鬼啊 我们在一起一定很幸福的 天下男人都一样 好啊 我的卫生纸都被你用完了 本来待会儿要用的 嗯 我有个主意了 轻轻压一下卫生纸筒 把它变成星星 然后用它来沾红色的颜料 整个纸筒的下方都要沾到 看起来很不错 就像一个印章一样 现在要来把它盖在白纸上 只要轻轻地压下去就可以了 一个星星就这样盖好了 整张纸都可以盖哦 重复盖两次 星星的外框就会变粗 你在干嘛 真不敢相信这是我做的 反正能让它不再哭就好了 好了 我画完了 看到什么都让我想起我的真爱 我的心都碎了 为什么就是开心不起来呢 怎么回事啊 让我看看哦 纸都被你毁了啦 又不是我的错 我想我可以利用我的痛苦来创作 让我试试看吧 让我在水滴的里面画画 先画一个可爱的星星 我还在水滴里加上了颜色 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 应该差不多咯 我挺满意这个效果的 你觉得怎么样 哇哦 很厉害嘛 亲爱的 我超爱的 你赢了 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这个才叫创作 它只是滴了几滴眼泪而已 什么 想要掌声吗 太棒了 你觉得好一点吗 随便啦 我好累哦 我们现在要干嘛呢 我需要做个美甲 嗯 二座室的时间好像到了 一定超好玩的 来吧 射出了一射吧 啊 怎么回事啊 给我 给我 我要 哦 差一点 住手啦 踩步雷 我玩得正开心呢 够了 我得做点什么才行 我要用这本小册子 先在页面的旁边画一个人形 然后加上一点颜色 一定给你好看 不过我得先画好才行 翻一页 然后再画一个人形 这一次 姿势要有一点不一样 别忘了上色哦 每一页都要画 每一页的人形 都有一点点不同 看起来会是这样 嘿 他们在跳舞呢 等等 有点不对劲呢 我的手臂 完全控制不了 快叫他停下来啊 好极了 嘿 你的舞步还真不错呢 一点也不好笑 我不同意 我受不了了啦 停啊 好吧 你应该学到教训了吧 呼 终于啊 快累死了 你那一套我也会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报复的时间到了 先画一个R 然后在下面加一条线 接着用黄色把它填满 记得不要涂出戒就好 好了 现在可以进行下一步骤了 要画一个Mindy 加上手臂 还有脚 然后把头发涂上颜色 跟它蛮像的哦 脸颊当然要红红的 完美 别忘了我们的小靴子 看起来真可爱 不过还差一样东西 一场鲍鱼 好了 画好了 画好什么 你看这一个 是你哦 哈 和你计划的不一样是吧 你肯定觉得自己很傻吧 你等着瞧吧 好戏上场了 快点下大雨吧 我在等哦 等等 搞什么 嘿 快停啊 现在不敢吵了吧 你心肠很坏耶 你干嘛这样啊 你最好别再这样了 就因为你这样 Mindy赢了 他真的好梦幻哦 嘿 小可爱 我也爱你啊 你真的很爱调情啊 不 你才是呢 我每次在你身边 心里就会有一股暖流 这应该是任何人对我说过最浪漫的话了 快从桌子上下来 快猫咪 人类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了 什么 怎么一回事啊 不 你做了什么好事啊 他真是完美啊 喵喵喵 我一直都想要一只猫 可是我还是比较想要男朋友 你有闻到吗 好臭啊 他没有很臭啊 你想喝牛奶吗 糟糕 不好意思 你打不紧啊 听得出来 我有点不舒服 我好像对猫咪的毛过敏呢 你看看我 好了 把他变回去了 我又是我了 什么味道啊 是你 你需要洗澡了 我还是闻得到 到处都是 这是他的毛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宠物了 我得补一下我的妆 等一下 这些花好美啊 不过没有比你美 明迪 你真的喜欢的男生啊 好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再多讲一点吧 头发给我 挺好玩的 把头发拉直 然后用口红涂上颜色 这个红色真是漂亮 现在把它放在纸上 要把它卷起来 像这样 看起来不错的说 然后把笔记本盖起来 用力压一下 然后把头发拉出来 真好玩 再把笔记本打开 就一幅美丽的画了 很厉害吧 你觉得如何 我知道 我实在是很有才华 呃 你的化妆品可以借我吗 拜托哦 好啊 拿去吧 谢谢 我需要一些粉 等一下 我可以用这个 先把化妆棉放这里 要稍微把它弄湿 然后用笔帮它上色 先从紫色开始吧 只要涂一小块 然后就可以换一个颜色了 一直换 直到整块海绵都涂满 这样海绵就变成彩色的了 像这样 看起来很赞哦 然后又拿出一张白纸 把海绵盖在上面 要压住一段时间 让颜色都移转到纸上 拿起来以后 就有一个彩色的圆圈了 接着写上私密的讯息 让它知道我的感受 我最爱书法了 看起来真优雅 好了 完成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现在把它剪下来 我自己做的 给你的 希望你对我的感觉也一样 你说呢 哇 明点 我当然和你一样 全心全意 什么 看看这个 这才叫艺术品 你真是个充满怨气的女士 好了 你赢了 开心了吧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啊 我就是想赢 哼哼 妈 你看 我挑了新装备 你喜欢吗 我的天哪 这样真漂亮 نت around 囡囡ICH 你帮我教杂 好吗 好 相机准备好了 露出你最大的笑容 很好 现在换一个姿势 哦 你这些照片好可爱 过来这边 耶 我要看照片 你看起来很漂亮吧 妈妈的小天使 什么 我 我的脸 怎么会长尿啊 Lizzy 我肯定能做些什么 让她别再哭 玉米 当然 这肯定是解答 Lizzy 跟我来这边 我把玉米放下来 现在Lizzy站过来 摆这样 好 我只要设定定时拍摄 好没 要拍照咯 天哪 超大葡萄 这个超大又有趣的凤梨 Lizzy 来 看看这些相片 耶 这些照片有个赞的 谢谢妈 换我来自拍 来看看吧 哇 这真的是我的脸吗 我才不要po这个 好 我应该可以开工了 对 我们确实有个小问题要解决 对 我懂 不过我们今天应该可以解决 等等 这是搞什么 我电脑怪怪的 嘿 你们听得到吗 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蠢电脑 要是我举在这边呢 这样会好一点吗 我要错过这个重要会议了啦 妈妈在忙 我偷渡零食的时候到了 蛤 那是什么 嗨 妈 我只是 做事情 不 我不要她拿走我全部的零食 事情 等等 我看看哦 那边的天线 跟我手上的罐子 当然啦 这个会解决我电脑的问题 好 我需要这个罐子 不过要先清空 然后我需要用剪刀把罐子剪开 该打开咯 太好了 正好符合我想的那样 好 只要把这个放到WiFi天线上 喂 看得到 听得到我了吗 呵呵 天呐 你穿什么啊 睡衣 呵呵 糟糕 我忘了我没有穿工作长裤 不好意思啊 嘿嘿 这位妈妈 她好报笑 嗯 我们有一张纸 哦 发生啥事啦 魔法又来了 看 冰淇淋甜筒 真可爱 看起来很好吃呢 真希望我也有个真的 哦 没开玩笑 嘿 让我看看 这回很有趣哦 哼 又不能用手 太可惜了 好 我能用一只手还有画笔 准备好把它弄进颜料中 我觉得从红色开始来 来画这个冰淇淋吧 应该会很好玩的 不断加上不同颜色的点点 红色 黄色 蓝色 还有很多白色 加点水 然后让它们混在一起 呃 看它在那边画画 我最好赶快开始了 我猜只能用嘴了吧 这一轮我完全能办到 好 就从在纸上加上点点开始吧 我也需要一点这颜色 也许这里我再加一点这颜色 啊 哦不 这会变得很糟的 我猜这一轮我画出了 啪啪 起码它很多颜色吧 无论如何 我还是画出来了 我也画好冰淇淋甜筒了 瞧 我的混色技巧太棒了 我喜欢 哇 它变成了真正的冰淇淋 就像我们希望的那样 看来也很像我画的冰淇淋甜筒呢 来吃吃看了 希望很好吃 真的呢 超好吃的 杂肚你也希望有冰淇淋 你觉得这次我们会拿到啥 太兴奋了 哦 天啊 看呐 是一只可爱的小青蛙 看看它到处跳的样子 嗯 我绝对准备好一来画这只小青蛙了 哇 我也是 我爱青蛙缠除 让我把纸准备好 耶 是两只手耶 你又拿到一只手了 我得用这只马克笔来画小青蛙了 开始时 我会先画出两个半星 像这样在底下连接起来 上面画一道弧线 看看它可爱的小指头 太可爱了 画出它的眼睛 现在要来上色了 当然 我得用绿色 它是一只受人尊敬的青蛙 哈 我可以用两只手了 我应该能够用两倍速完成吧 因为我有两只手呢 画得太棒了 真是个绝妙的策略 关于小手指和脚指 它是对的 这些是最可爱的 好咯 轮廓画好了 该来上色了 这绝对是又美又快 虽然可能没那么精致 得要画得更快点 哇 我冒烟了 搞什么了 你怎么会点起火来了啦 哎呀 我猜我画好小青蛙了呢 看来我只是画得太快了 好 这里 我的青蛙画作没着火 是不是很可爱啊 那是啥 是个青蛙软糖 肯定是从我的画作来的 该来摇摇着画作了 摇摇 晃晃 哇 好多青蛙啊 哦 天呐 好香啊 是柠檬味 我要咬一口这个 再也等不了了 哇 好好吃啊 真爱青蛙软糖 哇 你在搞什么鬼啦 你不是应该慢下来的吗 不 我太爱它们了 绝不能慢下来 回家 现在先来玩一下吧 汽水焊薯条 好吃 哦 烫 可乐对你的牙齿不好 真恶心 你该吃健康的 抱歉 你才不 喝胡萝卜汁 吃胡萝卜 胡萝卜 干嘛 我不爱吃 吃 我想吃薯条 蔬菜对你才好 嗯 更多胡萝卜了 等等 这玩具给了我个点子 倒满胡萝卜汁 冰起来 把冰胡萝卜条 放进薯条盒里 准备 哦 甜心 晚餐好咯 我才不要吃恶心的蔬菜 我为你特制了美食哦 叹叹 薯条 好吃 真好吃啊 他不会知道的 好哦 这边看起来挺合适的 是吗 有树 有大自然 什么都有 比赛开始吧 当然 让我想想 什么 嘿 别偷看我的 不看就不看 真是的 我去那边画 可以画什么呢 找到了 他超可爱的 希望Gabby没看到他 是我先看到的 是啊 最好的画家 自然会胜出 就从这个几个数字 和圆圈开始吧 只要把线条 画在对的地方就好了 不错吧 加上颜色 会更生动 黄色 真是令人开心 对吧 用在只小鸟身上刚刚好 再来点绿色好了 色调非常平和 再加上柔和的蓝色 就更棒了 从边缘开始往里面画 这样画非常完美 对吧 快完成了 再来最后几笔 就这样 大家看到了吧 真是衣服加作 大家同意吗 很好 我很满意 那是什么 我需要用我的手来帮忙 原来 只要一只手就可以了 当然 还要在对的位置上 加一些圆点和线条 看出小鸟的脸了吗 别担心 大家马上就会明白的 这些树枝 会让画作更生动 再加上一对小角 加上一些树叶 真是平静的画面 大家看得出一只鸟了吗 玩有创意吧 好吧 既然你那么想看 就给你欣赏吧 两幅画都很不错呢 该来问问老师吗 认真吗 希望他没事 看来迟睡着了 都画好了吗 画得好 就再隔五分钟吧 那就这样吧 我需要画一些让人惊讶的东西 我有点子了 用库补色绝对没得输 不过还少了点什么 是什么呢 这颗球实在有够小的 哇 这幅画太厉害了 妈 现在不行 好吧 不过这边还剩下很多颜料呢 刚好可以给我玩 谢谢咯 真是想不出还少什么 好吧 不然加点 嘿 我的颜料调色盘呢 David 是你拿的吗 不好意思啊 你看 我画的 名字叫 池塘的水 我知道了 你想用脸画画吗 试试看吧David 哇 再来一次 很好玩吗 真的超好玩的 对吧 其实用手指也可以呢 来咯 大家小心 蓝色点点来咯 现在要换我最喜欢的颜色 嗚呼 好了 你看 妈妈 这看起来真的很赞呢 不过还有一招可以试试 对称的图案更美丽 为了证明这一点 你自己动手创作吧 是一只超酷炫的蝴蝶呢 这条线会让一切都活过来的 还要加上翅膀的边框 另外一边 好了 看看这幅美丽的画作 这还只是个开始哦 儿子 好哦 开始吧 等一下 应该是你先 等等 我们一起开始好了 来看转盘转到什么吧 微笑的表情符号 真的吗 耶 我可以用一只手 你一只都不能用 现在来看看我们要做什么 等一下 要挤瓶子吗 SKY 我觉得玩这个挑战还是穿上围裙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了 也许我可以让转盘换成别的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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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忙 我的天啊 真的有用了 真不敢相信呢 现在我要画的是冰淇淋了 好哦 好哦 先画一个圆圈 再来加些眼睛 画上还应该画个眉毛 好哦 应该够了 换蓝色的 换蓝色的 先画眼泪 然后用蓝色填满 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嘛 这瓶面糊又完了 还可以哦 现在换红色的 让我挤一下 挤在蓝色旁边 像这样 整体看起来很好嘛 好哦 现在换黄色了 小脸可不能没有黄色 现在我得用黄色填满所有空间 要确保所有区域都有颜色哦 再一点就好 好了 可以翻面了 我的天哪 看看结果多漂亮 哦不 我的杯子好痒啊 糟糕了 啊 啾 哦不 盖子喷出去了 狗的一团乱 真的蛮糟的SKY 抱歉啊 算了 不玩了 我画完了 或许我可以用 我的要帮你一把 这边推一下啊 反正也不能再糟了嘛 对吧 你看 好多了吧 真的哦 算是发现了 哦 它心情很浮躁呢 但是嘿 大家看我的很可爱吧 好 这次换我的按按钮 不知道这次会整到什么呢 哦 一棵树 还真没有想到 等一下 我又不能用手吗 看看这次会让我们用什么 哦 看来我们可以用一瓶墨水和一根吸管 对啊 那我应该开始咯 给大家看看你的厉害吧 手肘 很棒呢 现在要打开墨水 太好了 还好吸管本来就是放嘴巴里的 好了 现在应该是用它来吸墨水吧 可以呢 这吸管要干嘛的啊 不 不 它要喝下去了 停啊 那是墨水不是汽水啊 呃 什么 好险 我还以为你要喝下去了 我只能这样画啊 要把墨水吹完我希望它去的地方 哇 看起来很赞耶 真不敢相信可以用嘴巴含着吸管来画画 哦 怎么没有用啊 也需要大力一点吹 快点 你这蠢墨水给我出来 呦 等一下 我脸上有什么 哦 被墨水喷得满脸都是 它在哭什么 天哪 弄得到处都是呢 等一下 蛤 停下来 为什么 你看 我有一瓶粉色的颜料 让我挤一点颜料出来 然后画一个颜色 好了 颜料都挤好了 现在又有棉花棒 用它沾一点浅粉红的颜料 然后看着哦 把颜料点在你的那些黑色树枝上 看 是不是像花椅啊 像是春天喊包待放的花椅啊 效果超棒的 很漂亮对吧 哇 这让我的书变得好特别哦 真高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对啊 好可爱的画 画得真漂亮 我还要绿色 哦 看看我的小画家 嗨 妈妈 哦 不 什么声音 拜托不是小仓鼠 哦 是你的蜡笔 不 现在我怎么画画啊 没关系的 妈妈会有办法的 最好是有 为什么这么倒霉啊 真的很糟糕 嗯 这个模具可能有用呢 值得一试 把碎掉的蜡笔放在模具里面 把数字都填满 全部放好了 接下来把它送进烤箱 这样蜡笔就会融化 好像烤蛋糕一样 希望有用 可以把模具拿出来咯 小心点 很烫的 让它冷却一下 然后把蜡笔从模具里拿出来 看起来很好玩呢 把它们放在这个盘子上 希望缺肉会喜欢 那些是我最爱的蜡笔 没关系的 亲爱的 看看妈妈拿了什么来 那些 蜡笔吗 哦 是数字诶 我开心用哪一个 妈妈你看 有不同的颜色诶 趁高兴你会喜欢 超爱的 不 妈妈咪 哦 我需要放假 会怎么 嘿 看看我在妈妈的床下发现了什么 哇 来吧 那位 听起来很幸运 它们跑得到处都是 好亮哦 你和我看到一样的东西了吗 这是个好主意吗 啊啊啊 能的 我们还活着 我还以为我们完蛋了呢 太棒了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那是谁 哈哈 玩耍的时间到了 家里有人会骑马吗 或者至少会画马吗 呀哈 这会很有趣的 配哈 我突然有灵感了 我一直都更喜欢独角兽 独角兽太蠢了 认真点 吉娜 现在来开始吧 OK 我要按照自己的计划 像这样 哲鸡想OI啊 然后该画画了 用拱形连接两侧 然后继续绘制它们 直到看起来像这样 好的 这应该够了 芝麻开门 有趣的地方才要开始呢 像我这样画出这个形状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不要紧张 现在我们进入下一节 在另一边做同样的事情 很不错 开始有眉目了吗 没错 就是独角兽的脸 但我们只需要添加更多特征 我好喜欢它华丽的睫毛 你担心 所有这些到最后就会清楚的 尤其是当我开始使用各种有趣的颜色时 毕竟它是独角兽嘛 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但所有这些干净单一的线条 会让打造出光滑 无条纹的效果 嘿 有耐心的艺术家 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你只需相信这个过程即可 哦 鼻子完成了 是该填充独角兽最神奇的部分了 颜色越多越好 不错的颜色卤盒 是不是吗 最后一点 太完美了 哦 放下画笔 给我看看你们的作品 好的 破出去了 做得好 嗯 这是我的 我的天哪 你们是两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呢 想和鱼一起游泳吗 哦 当然 我才死涌现了呢 我也是 吉娜话语怎么这么厉害 嘿 吉娜 看 幽灵 哈哈 好了 什么 哦 David 你完蛋了 我不会让这打垮我的 真正的艺术家可以用任何东西进行创作 这个设计完全可行 重点是跳出框框思考 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跳出鱼缸 而且不必都一样 每条鱼都有自己的风格 你看 但是一点颜色真的可以让鱼活过来 看到我是如何画线条的了吗 也可以像这样填色 轮廓会保持大致形状 现在对另外两条鱼进行同样的步骤 但是对于不同的设计 你必须更改配色方案 而这个小家伙会是黄色的 但是一点紫色真的会让它脱颜而出 毕竟它们是互补色 但绿松石一直是我的最爱 所以我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橙色总是和蓝色很搭 中间应该用什么颜色呢 当然是黄色了 它真的把所有颜色结合在一起呢 是不是 颜色在这件作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真的让人眼前一亮的 这样的鱼才有趣吗 差点忘了气泡 完成了 把鱼给我 不如直接给我第一名吧 我觉得还OK吧 你的呢 金呢 你是说这些鱼吗 很不错呢 我的计划适得起反了呢 下一个挑战是可怕的熊 懂了吗 熊 啊哈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要 David 给我倒一点吧 给你倒一些 给我倒一些 不客气 好香啊 嗯 怎么没人画画啊 哎呀 哇 水字 太糟糕了 也许我可以用这些做点什么 真是个有趣的意外呢 只需添加一些额外的形状 就会变成很棒的东西了 画上可爱的耳朵 然后该画身体了 不能忘记小手 这张脸让它活了过来 看到了吗 而且颜色很容易选 毕竟它叫松熊嘛 它和我小时候玩的泰迪熊很像呢 这些线条让它看起来毛茸茸 腿也要涂色哦 完美 它太可爱了 放下笔 孩子们 我的天哪 我们都画的泰迪熊呢 英雄所见略童 认出来这是什么了吗 它会游泳和嘎嘎叫 懂了吧 我们现在要画鸭子 等等 我明白了 各位看看那些鸟 嘿各位 当然了 像这样给你的手描边 然后加上尾巴状的形状 还有一条连接线 像这样 然后再来一条 接下来移动到尾部 现在来看看小鸭子的脸 鸭子怎么能没有会呢 而在我的世界里 鸭子拥有各种鲜艳的颜色 有点像孔雀呢 看看那华丽的颜色 你问 什么搭配粉红色好看 当然是黄色了 这一轮我赢定了 这只鸭子看起来好开心哦 让我们来看看他 搭 他是个很有趣的人的 但是我的颜色更多 来交换吧 酷 艺术是用来分享的 还好我的手很稳 好痒哦 鼻毛再见咯 你得帮帮我 坐下吧 我的头发一团乱 真的呢 你有办法吗 嗯 哦 我有办法了 我可以用这个 嗯 我还是晚点再回来好了 坐下吧 我知道我在干嘛啦 真的吗 不准在我身上用那个 好吧 那就用传统的方式吧 你做了什么啊 我美丽的头发 不 别碰我 不 不准剪我的头发 别担心 有一个特别的工具呢 相信我吧 哦 好吧 这也差不多 先用钩子把头发拉进机器中 像这样 哦 然后打开机器 顺着头发往下移 机器就会自动绑你的头发了 来弄另外一边吧 又快又简单 好了 完成了 哇 看起来好棒哦 超可爱的 谢谢咯 也谢我 谢谢机器吧 哈 那个可爱的男生是谁啊 有事吗 宝贝 呃 这是什么啊 说不定是到神秘世界的秘密通道 只有一个办法知道了 不 我买的上衣是胭脂粉色 不是糖果粉色 来吧 再往前一点 麻烦确认 Jarred 不 住手啊 一定很棒的 你觉得自己在干嘛 不是告诉过你不可以这样吗 不公平啦 我知道这空秘一定是秘密通道 别哭了 看看我有什么 你会喜欢哦 哦 给我 哦 真是好险 嗯 这盖子可能有用哦 毕竟 大小刚刚好 值得一试 我还要再拿几包优格饮 把它们放在插座里 然后把盖子转下来 这样就可以挡住那些好奇的手指了 现在 我可以放松一下了 没错 我要买的上衣是婴儿蓝 不是黄色蓝 现在又可以来探索通道了 蛤 怎么一回事啊 呃 好无聊哦 就知道行得通 现在我得要把家里其他地方都做好防兼热的保护 然后他们幸福快乐一辈子 该睡觉了 哦 可是我不困呢 做个好梦吧亲爱的 他走了吗 我才不要睡觉呢 我要起来玩 超爱这个史莱姆的 超有弹性 又好捏 你也想试试看吗 娃娃 没错 选都吃掉吧 哦 好 未来吃吃看 已经早上啦 哦不 发生了什么事啊 看看你的头发 全部都是史莱姆 又黏又饿的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啊 麦德森 怎么啦 你看我的娃娃 哦 真是一团糟呢 看来真的完全纠缠不清 嗯 等等 这是史莱姆吗 糟糕 应该 算是吧 快交出来 你知道我们家不可以玩史莱姆的 嗯 现在来看看该怎么处理这头发吧 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 一定洗不下来的 不过我有一个主意 它会变成大光头哦 把刮护刀放下 爸爸 不不不 很快就剃完了 我觉得会很适合它呢 其实还蛮疗愈的嘛 哇哦 它的头会反光了 好了 剃好了 它看起来很棒哦 和娃娃的新造型打个招呼吧 你是疯了吗 你看看它 我尽力了 我也不知道你想要让我做什么 等一下 我又有一个好点子了 我可以用那些毛线啊 下一个步骤会需要用到一支针 把针穿过娃娃的头 然后从另外一边拉出来 然后把针拆下来 现在来用黄色的毛线重复 穿的位置就在第一条毛线的旁边 一直重复 直到娃娃的整个头都布满头发 像这样 看起来真棒 好像头发里有一道彩虹一样 你觉得如何啊 Madison 我超爱的爸爸 好多颜色哦 谢谢爸爸 你最棒了 真的很棒对吧 或许我可以把自己的头发 弄成娃娃的造型 来把杯子摆出来吧 你在玩半家家酒啊 小鬼 真是可爱 现在把茶壶拿出来 刚刚泡的哦 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我还有糖果哦 别担心 每个人都有 还有另外一个好吃的东西 这美味的热狗 等等 这个够吗 我们有 三个人 可是就一根热狗 这样可不行 也许我可以把它分成三蛋 你可以的 加油 给热狗瞧瞧谁才是老大 飞不断了 哎呦 糟糕 抱歉老爸 怎么一回事啊 我们总共有三个人 你看 哦 对哈 这的确是个问题 一二三 可是就一根热狗 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我可能有办法了 看看这个小工具 我们就是需要这个 哈喽 我要下订单 你看这个 这可以轻轻松松 就把热狗切开哦 来试试看好不好用吧 把工具打开 热狗放进去 这些金属 会把热狗切成一片一片的 像这样 哇 超简单的 不知道以后还会发明什么 哇 快让一让吧 别着急 小甜心 让我帮你放在盘子上 好了 嗯 谢谢 嘴巴张开 没有你 我该怎么办啊 新科技真厉害 不是吗 好好享用你的下午茶吧 亲爱的 给你的 小熊 真是乖狗狗 你该看看这则新闻 村里有个头毛贼呢 哈 我开玩笑的啦 哦 好 我懂了 Medicine 什么事 爸爸 你得带狗狗出去散步了 没问题 我去准备一下 好啊 准备好了 我们走吧 小乖 等等 别忘了装便便的袋子 嗯 超恶的 我才不要呢 好啦 我跟你去吧 早去早回来 想耍废一下都不行 天气真好 不是吗 小乖 怎么了 哦 对好 你在办正事呢 嘿 每个人都需要嘛 哦 你最近吃了什么 这次轮到你来 亲爱的 明明是你要养狗的 嗯 好吧 为什么每次恶心的工作 都要我做 我可不想碰啊 臭死了 抱歉 我下不了手 我们又不能不剪 我知道了 可以用你的法夹 可以用这个来抓便便 学着点吧 把它放在袋子里面 这样就可以用来抓便便了 这样就不会摸到咯 然后把袋子翻上来 大功告成了 这个要丢垃圾桶 又有脑又有漂亮的小胡子 这个法家还腻吧 我们走吧 需要孩子们真的会想吃的美味零食吗 只要一点糖果就行了 而且只要几个简单步骤 瞧 一旦冷冻后 就看起来超美味咯 专业育儿第十集 解锁 干杯 嗯 水果味 这次牙仙子挺大方的 存下来才是聪明做法 除非 我很可以来点冰淇淋 我可以买一百个 我在想啥 得把钱拿回来 哈喽 你能听到吗 如果必要 我可不介意扒开它 天呐 蠢疯 好哦 这会需要点思考 等等 我知道怎么办了 你想玩鹰的哈 那就来吧 小猪先生 我什么都能看穿 你懂的 等等 我有了 只要用个法夹就好 别让我失望 小家伙 可恶 对成功才行 打开啊 拜托 好哦 该拿出大家伙了 来看看你有多强 宝贝 暴力可不是解决办法哦 来想想啊 不 爹地 我都洗过了 瞧 还有一个方法能试试 瞧这保险箱 你随时都可以解锁它 看好 是电动的哦 哇 真酷耶 爸 如果你想拿回钱 只要输入密码就好了 瞧 都是你的了 现在换你试试 就是这样 然后用密码来解锁 嘿 真的有用耶 我买冰淇淋了 天呐 这真的是我要的 这钱花是真值得 看起来不错呢 只要清除一些杂毛就好了 哎呦 痛啊 拿这个 哦 这根超长的 实在很痛 等等 我的保湿乳衣跑哪去了 哦 好舒服哦 Betty阿姨 你看 我变大人了 至少她玩得很开心 我还是继续拔毛吧 哦 你口红呢 感觉超美的 Eva 你在干嘛 不 是我的化妆品耶 快住手啊 我看起来如何 我知道 我知道 超美的 哦 美丽是由心而生 所以 你也算是了 嗯 还有什么啊 这看起来很有趣 Betty阿姨 你看 我换马行了 哦 耶 这栋红西 超适合你的 还好你妈不在 她一定会被气死 嗯 这个新造型好无聊哦 来踢个好了 不 把剃刀放下 给我 不 万万不可啊 不 真是好险 你是在想什么了 不可以剃头发了 人家真是好玩嘛 对不起啦 你那么凶干嘛 怕我黑哭得真惨 冷静一点啦 等等 我好像有办法了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 我需要一块纸板 在上面画个绵羊的形状 然后剪下来 现在要发挥 我的艺术天步了 先从羊毛开始 然后来画脸 说真的 其实还蛮疗愈的呢 一只可爱的小羊 再加上一些细节 例如帮脸部上色 然后是腿 然后拿胶带贴在绵羊上面 这样可以防水 记得要贴满贴好 然后可以把刮糊泡泡 喷在上面 喷在羊毛的部分 脸部和腿部不用喷 好了 Ava 你看 你可以帮绵羊贴毛了 让我示范给你看 很简单哦 而且超好玩的 你也想试试看吗 来 剃刀给你 哇 好酷哦 等着 这只羊马上就没有毛了 好好玩哦 我在帮羊妹妹剪头发呢 剪好了 哇 谢谢 真的 你剪得真好啊 吃好吃好吃 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不过还真脏 还是来洗个手吧 这水真是温暖又舒服 肥皂呢 在这 好黏哦 肥皂好恶哦 我才不要用呢 不 把我的手弄得又黏又恶的 妈妈 怎么了 有事吗 你没事吧 让我过来你了 哦哦 妈妈 怎么还不来啊 亲爱的 肥皂不要放在地上 很危险的 有什么事啊 我的手又黏又恶 我不喜欢啦 哦 那好吧 我有办法的 你可以用这个 你看 轻轻按上面 橙蓝一朵肥皂花 就会在手上了 哇 肥皂花 我喜欢花 我也要肥皂花 像这样从上面压下去 哇 我的头上也有一朵花了 耶 脸颊上也来一朵 我喜欢肥皂花 你看 我像公主一样 肥皂公主 好漂亮哦 没错 你真的是肥皂公主呢 漂亮的公主 不许皂花花 不许皂花花 不许皂花花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